到底在做什麼 第二個怎麼切割步驟 第三個如何從雲端上取得答案 如果取得之後你自己再做做看 OK 那比如說我希望統計101年102年 101年102年的開獎號碼 一期開七個號碼 就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總共的話有幾期呢 總共有Ctrl向下 有100列扣掉標題99 所以等於是99乘以7 總共開獎的數字就這麼多 那我要需要統計什麼呢 統計依這兩年的機率是多少 那機率的話就是算出它這個號碼出現幾次 第二個除以總共開過幾個號碼 我需要做什麼反正兩年再把它相加做一個排名 前七名幫我秀出來 所以我第一個希望做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做完 不過其實自動做完裡面 其實都是把什麼剛剛做的有沒有 的程式跑個回圈自動填上去而已 所以這裡面的話其實我是先用conif 然後呢 因為我前面有做一個名稱叫開獎101 去conif什麼呢 這個地方就是從那個開獎 從這個地方去做一個什麼呢 去把你前面的那個開獎101裡面的號碼 去找有沒有一號 有的話幾次 按確定 那在除以總共有幾個號碼 開獎101裡面有幾個號碼 除出來再利用格式 除穿個格式 我這個格式是用那個五個問號 不管前面是什麼 這個是萬用資源 加個斜線 1萬 按確定 那底下就自動填滿 自動填滿 這個也是自動填滿 最後呢 再寫一個什麼 VBA程式 自動幫我把它輸出去 所以SalesB欄直接把什麼呢 之前寫過的公式放到這邊 但是呢 要把裡面的那個會變的列有沒有 改成I 這個前面有講過 應該前一期有上過通知 應該都有印象 好 那這樣的話就全部做完了 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我只是把四個欄位的東西輸出 再做一個清除 所以清除按下去 等於是把它放空置串 再來做格式化 不過格式化這個東西 我也是錄 這邊其實不是自己寫的 是用錄製聚集的 前面應該有印象吧 所以錄製完之後 再把它放到這邊來 就是前七名 在去除格式化也錄製了 其實就是這個格式而已 把它清除掉 前七名這個比較困難 這個是後來我馬上印象中 是我後來額外又補充的 也就是我希望抓出什麼 抓出這個排名裡面的前七名 幫我放到這邊來 那程式在這裡 一樣會有個追 這個感覺跟前面那個有一題很像 有沒有 就是放的第幾個位置 然後呢 範圍是從這邊到這邊 把它抓什麼呢 小於等於7的 放在哪裡呢 放在F欄這邊 把它丟過去而已 再把它換下一列 所以執行過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前七名的 這個號碼就丟過來了 OK 至於細節 假如你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這個只是給各位多一個練習題 另外還有黑名單篩選 這個最後這個我想回去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裡面的話查詢結果 查詢就是裡面到底有哪一些是黑名單的 OK 因為時間關係 我先講到這裡 下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原則上會先從那個 再從我們的第一個範例 就是在雲端 我們的那個雲端裡面的雲端白板裡面的 第一個題目 第一個題目就是 問題一 依此類推 之後的話就是往下 問題二問題三 一直往下推進